新华社消息 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 回应朝鲜进行的核实验 声明说 今天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再次进行核实验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并予以强烈谴责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维护核不扩散体系 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 是中方坚定立场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意愿 我们强烈敦促朝方 正是国际社会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坚定意志 切实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 停止采取恶化局势 同时也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错误行动 切实回到对话解决问题的轨道 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 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潮决议 坚定不移地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 坚定不移地维护半岛和平稳定